荒腔走板吗 我们过去谈非常多中国在近期以来的一些外交的一些动作 大家会觉得中国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现在是不是要修补关系要重新交朋友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现在看到中国的外交叫外交喜鹊 过去呢大家说战狼外交 但是呢我们看到从这个习近平 在这个疫情走出来之后开始的出访 在这个中国境内接待了非常多来访的一些领袖 大家说现在的中国想要营造一个 才是一个世界领袖 这个要跟大家做朋友 和平大使这样的一个角色 外交喜鹊 但怎么来了一只猪队友 猪队友呢 我们看驻法大使卢沙野 好那很多人就喜欢用他的名字谐音 说他到处撒野 那这回是不是好像他又失言了 我们来看他上了一个法国的一个谈话性的节目 那这个谈话性的节目 哇他失言哇好多方面 他有谈到台湾 然后他这么讲 他说台湾的命运呢 是要交给中国人决定 哇那当然我们台湾人听起来就会觉得 听起来很不舒服啊 再来他直接呛主持人说 你是不是没念书啊 你历史课本要不要重新拿起来读啊 关于过去的毛泽东的一段历史 他就直接呛这位法国知名的主持人 然后他又提了 他说克里米亚半岛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啊 这拿回来哪里错了呀 然后他甚至还提到说 有很多前苏联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附属国 根本就不是国家 说他们哪有什么国家主权啊 哇这此话一出 欧洲我们特别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 听了就很不舒服了 什么意思 你说我家没有国家主权 那又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节目上的访问 那也不短短的几十分钟 但是呢已经让中国为了他的发言 哇惹恼了好多国家呀 大家还记得法国法国总统马克宏 不是才到了这个中国吗 相谈甚欢开开心心 我们一起来解决俄乌危机 结果呢这位大使啊 他一番谈话 是不是又让当初马克宏跟习近平握握手 这个双方一番美意啊 全部付诸流水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问问解民哥 当然这个问题出在状况就是 人家是想说你是中国 中国驻法国大使嘛 那现在乌二战争来谈谈这乌二战争 中方的一个态度 那没想到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呢 其实不晓得没有先给卢沙也看过 还是主持人是随意 就是随心来问 让卢沙也整个人大暴走 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 八月份的时候 他就已经曾经在这个媒体上 大暴走了吗 那忍了那么多年 那么多一月之后又暴走了 好当然我们先不谈 他对台湾的看法 不过他有个内容倒蛮精彩的 因为主持人就问他一句话说 你们为什么要去围台湾 他竟然这么说 他说没有我们是被欺负的一端 是台独分子结合西方国家 来欺负我们的主权 我们只是被迫来捍卫的 好这主持人就已经 你怎么会有这个言论 因为这个是已经超过 我们的想象嘛 接下来他第二句 主持人就继续问他有关 毛泽东的事情 他说毛泽东当时为了统一整个中国 屠杀了百万人以上 当然历史上的数字 比这个数字多 这个主持人算客气了 理论上其实你这个 驻中大使也可以谈 其实以前法国大革命 也死掉很多人 你可以这样讲 他不是 他说你是没有念过书吗 你没有读过历史吗 当着大家的荧幕上面 直接翻脸骂主持人 好这个也就算主持人 跟他之间的关系 那也就算了 在下面这句话可就是大问题了 他又说他就问一句话说 那你对于这个侵略 这个俄罗斯占领 克里米亚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如何 这个俄罗斯是不是应该把 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呢 好那这句话当然你也可以 用非常这个 这个是他们双方要讨论的议题 我们知识和平 你可以用官方那套说法嘛 我们都知道官方最喜欢讲这句话 他不是 他单刀直入 他说苏联以前占领的这些国家 没有国格 在国际法里面是不被承认的 这句话一讲爆僵了 你知道第一个先惹毛 就是波罗地亚三小国 因为他们之前就被占领过 所以纳托维亚的外长 叫尼克维奇斯 直接说一句话 他讲得很重 他说的话就是 这个我们说卢沙也说话是 虚假而且是错误解读 这个算文雅的 那你知道蓝斯伯杰斯 就是非常支持台湾的一个 他直接单挑 他说这摆在全世界 你能相信吗 中国会帮忙乌克兰的和平 而努力吗 但是问题来了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他讲这句话 其实惹毛的不是只有 那曾经被占领的14个国家 是引发了包括捷克波兰 那些国家 当时被俄罗斯在关到铁幕 那段那个历史 所以这件事 所以他讲这个话 大家绝不理解的是 因为其实有些国家 是中国的邦交国 那他现在质疑人家的国家主权 所以他严重失言了吧 是啊 没错 基本上我们现在波罗地海 这三个国家 基本上都是有跟中国建交 那事实上俄罗斯过去这些 包括白俄罗斯这些国家 也都是有跟中国建交的 结果你竟然说 那代表说中国建交是虚伪 是假的吗 好了 当然因为他的这个 尤其对主持人的这个发言 非常的不客气 现在最新的发展形势是 最倒霉的是谁 又是法国的外交部了 你知道法国外交部 之前很困难 一方面我们知道马克宏 去中国握了手 然后说一些就是 台湾之类的问题 当时大家已经对马克宏 非常的不谅解 这个总统 法国总统委会就不还说 没问题了 这个法国的态度 没有改变 原以为这个风声 这个事件到这边结束了 现在又来了这个卢沙也 那回来一件事 那你外交部要不要驱离他 因为现在已经80名一个议员 要求外交部要把他驱离 那你知道波罗尼海三小国 他们也生气 马上交这些所谓的 因为你说我们不是国格 那你们这些 驻我们的大使怎么样 把这些大使找过来 就是中国驻这些 波罗尼海三小国的大使 走过来说你要跟我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我们要这么说一句话 其实恐怕伤脑筋的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这段时间 希望透过法国这个破口 能够跟欧洲重新维持一个 经贸往来 但是如果卢沙也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也表示一件事情是 习近平要吞了还是不吞这句话 那也就是说 到底这个战狼 他个性改变了没有 如果这个个性不改变 你引发整个欧盟的一个愤怒 那未来对中国经贸情势又怎么样呢 所以话说回来 这个卢沙也不是第一次这样的犯错 但是看起来中国对他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我认为这件事情可大条了 因为他这是在俄乌战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刀口上撒盐 问题恐怕更严重 对所以很多人说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观察呢 当然目前在中国的舆论 有人是觉得他说的好 有人觉得他其实也讲的不太对 所以其实中国内部 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看起来 看法也是两极 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观察 有人讲你要观察 他接下来的官图 有一说 你看如果你这个在任内做错事 你可能像之前的外交的 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可能就被调到一个冷单位 那如果大家觉得你做得很好 你可能就会像秦刚一样 现在可以高升变成了外交的部长 所以到底这位 我们看到这位撒野先生 这个卢撒野先生 到底接下来 他会怎么调动他的职务 就是观察 到底他这一番谈话 现在北京怎么看他了 好不过提到中国 我们继续要带您来看看 最近有所谓的入华风波 而且一连两桩 那两桩怎么观察呢 首先我们来看在上海车展 上海车展当中 大家知道有很多新的车辆的黑科技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看头 但最近我们看到 这个BMW旗下的Mini 这样一个摊位 也是要展现他们的新车款 然后什么样的新科技 结果摊位来送你一个冰淇淋 但问题 这个冰淇淋大小眼 如果你是外国面孔的话 他就送你一个冰淇淋 尝一尝美味 然后顺便欣赏一下我们新车 但如果你是中国人 当地人 冰淇淋不好意思 没有给你吃的意思 所以他说什么意思 从洋媚外甚至还延烧到 很多人说那以后我要抵制 我不买Mini 不买BMW 有些老板很气 说员工你有开BMW 是不是你给我卖掉 不然就给我离职 这么严重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Dill Dill的一个广告 他彩妆广告 然后你看那个照片 他把人的眼尾往上提了 那于是你看这个拉眼角的动作 以前在欧美 大家觉得那叫做歧视亚裔 因为亚裔通常凤眼 凤眼 所以他觉得你这样拉 你又在歧视这个亚裔人士了 也很不开心 那现在就赶快看看这个Dill 要怎么样消敏一下 这样的一个争议了 那这样的一个事件 你怎么看呢 陈彦 因为BMW最近的股价是 大概市值蒸发了大概1000亿台币 整个这几天这样股价 也修正了快5% 跟这个事件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然后包括Dill所属的是LV集团 事件发生 去年其实就已经有一个事件 等一下会解释 确实也给他们的销售业绩 带来一些些影响 所以现在发现说 对B&W也好 对Dill也好 他们现在在中国做生意 有很多的小细节 一旦你没有仔细的掌控好 会不会变成一个公关危机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市场这么大 大家都想要做他的生意 13亿 14亿人口 但是似乎好像一个点没有掌握好 突然之间就蔓延开来 因为这次上海车展 原本主办单位是想说 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小举动 毕竟现在天气变稍微比较热了 所以你来我的摊位 到我这个BMW MINI这个摊位来 就MINI COOPER这个车子 这属于BMW集团的 那你来我就送一个冰淇淋给你吃 但是这中间 当然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误会 还是说 这个两个年轻的工作人员 变成是说 先有一个中国的民众 他去问 他就说没有了 没有冰淇淋了 可是接着一个外国人过来 那变成是说 有他就把不但拿冰淇淋给他 甚至很热情的网友的说法 然后我看影片 其实就很单纯的一个动作 就把冰淇淋递给外国人 然后帮他打开 然后网友就说很热情什么什么的 那当然就周边的民众又看到说 所以是有冰淇淋 对不对 那又上去问了 那问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答复 是没有的 又没了 这个时候周边的群众以及这个民众 就突然之间就炸锅了嘛 就说奇怪 不是说来摊位有冰淇淋 那怎么样 我们中国人问就没有 那你外国人问就有 这个是不是一个歧视 还是如何如何 这不光是在中国 如果在台湾发生这样的状况 是我们也不高兴嘛 对 那当然不高兴是一回事 那当然这当中很快的 中国的车技就马上趁热度了嘛 怎么趁热度 来我的摊位 对 我们有冰淇淋 他们不给你吃是不是 就不要去BMW了 我们来吃我们的冰淇淋 他不给你吃不吃 我们有啊 因为其实车商很喜欢送冰淇淋 台湾其实很多车商 你去他们那边看车 他也都会请吃冰淇淋 那这下当然事情就越影越烈了嘛 对不对 就说别人 为什么这个中国车技 当然拿到这个点 就开始放大了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网路时代 社群时代 很多讯息一出去就不得了 那甚至这个有二手车商 也要趁这个热度 赶快在网路上 砸那个迷你的车子啊 球棒啊 狂K啊 然后健烈欣喜了 健烈欣喜嘛 然后趁热度嘛 因为这时候点击一定会快速的冲高嘛 可是这样子一下子引发了 开迷你车主心理不安全嘛 他马上甚至有网友直接po出来说 我是开这个车 但是我有准备冰淇淋 你们不用担心 你不要砸我的车 等等 当然BMW第一 为什么我讲公关危机 第一时间 当然他出了 就说是员工失职 但是他说这个外籍人 是同事 因为影片上面好像看到 是有一个识别证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整体来讲 其实网友是不买单的 那我觉得更麻烦的事情是什么 马上又有中国的企业 好像跟新能源有关太阳冷的 他马上跳出来又拍影片了 那也有记者去采访他们的员工说 因为他们公司说 只要你是开BMW的车 你马上给我卖掉 那如果你去买红旗的车子 我再补助你两万 那如果你一个月内没有处理的话 我把你开除 其实这其实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 说实在确实是趁热度 也没有必要 就是这么over的动作 对不对 第二个其实也违法了 然后员工要开什么车 你这是变种强制的这种要求 当然后来又去问 他们公司的高借数管 又说没这回事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整件事情 确实引发了很大的波然 那未来BMW要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我觉得他们的公关人员 势必要伤老金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马上大家又探讨另外一个帝友 因为最近帝友的一个 广告的一个图片 就是说那个模特尔他把 这个眼角往后拉 变成好像凤角 那据说 因为国际惯例是说 这样好像这个动作 似乎有一种启示 亚裔这样 但实际上我们要特别 说明一下 像帝友其实他们对于生耕 这一个中国这个市场 是不予余力 也开了非常多的点 那我相信应该不是刻意 或者说有意的一个启示 其实在欧美 他们很喜欢凤亚的女生 对 像刚才你不是也讲到 他们最近的代言人是 韩国那个 基手 对 智秀 纸束 纸束 智秀其实也是漂亮 非常漂亮 其实大部分他们觉得 美丽的亚洲女性 其实眼睛都是比较细长 所以实际上我认为 它是要凸显这个美 还是 但是会不会 为什么会导致 这样的一个误会 当然 帝友也很快的把这个 这叫拍马屁拍到马脚上 对 就拍错了 就是说不懂我 不懂这个亚洲的文化 或者是什么 当然因为之前也有一个是 他们设计的一个服装 是超级明清时代 疑似 这个马面群 那也引发了很大的争影 他们又很快的下架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外资企业 在现阶段要经营 中国市场这个当下 似乎对于很多的细节 要掌握度高一点 不然一下引起公安危机 好像对业绩也好 对股价也好 都带来很大冲击